當你做好了你的ROBLAS遊戲 滿心期待的準備從ROBLAS網站進入你的遊戲 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卻發現根本找不到你的遊戲 或是原本進入遊戲的那個按鈕 變成了這一大串文字 為什麼你的ROBLAS遊戲進不去 如果你的遊戲根本沒有出現在ROBLAS網站上的創作頁面 現在我們從ROBLAS Studio打開你的遊戲 點擊左上角的File 按下Save to ROBLAS 這時會出現要你輸入遊戲資訊的視窗 輸入完畢之後按右下角的Save 等到出現這個視窗 我們回到ROBLAS網站上你的創作頁面 按下F5重新整理 現在你的遊戲已經被儲存到ROBLAS了 之後你不需要隨身帶著你的遊戲檔案 你可以直接點擊你要修改的遊戲右邊的Edit按鈕 你隨時都可以在任何電腦上修改你的遊戲 但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出現了這一大串文字 你的遊戲還是沒有辦法進入 我們再次回到ROBLAS Studio打開你的遊戲 點擊左上角的File 按下Publish to ROBLAS 回到ROBLAS網站上你的遊戲線面 按下F5重新整理 現在你的遊戲就可以加入進去了 那麼為什麼你貼給朋友遊戲連結 他們還是進不來呢? 現在我們來到創作頁面 按下你要公開給朋友的遊戲 將基礎設定的Privacy 從Private改為Public 按下Save 現在你的遊戲所有人都可以加入了 他先進去 我幫你 按下F5重新平均